时隔两年之后再上CNN 文家宝强调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 他说 尽管社会议论纷纷 尽管遇到阻力 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 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 风雨不倒 至死不休 这是继八月深圳讲话之后 文家宝第五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谈到中国对互联网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时 文家宝称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 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 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是的 在访谈的后半部分 CNN主持人法利德·扎卡利亚 拿出了一张大家非常熟悉的照片 也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时 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文家宝 陪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在天安门与学生见面的照片 随后问他从中学习了什么教训 文家宝看了照片后 两唇紧闭 下巴不停的微颤 低头沉默了好几秒钟 然后表示 相应性问题与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关 文家宝这次的回答 不同于以往被外国媒体 问及六四议题的历史已有结论等官话 反而文家宝指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尔复失 文化大革命 这样历史的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也就是说 2010年前后时 共产党党内的改革派想放弃一党专制 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但党内的保守派力量太大 怎么办 就需要从舆论上启蒙民众 换起民众 恰在此时 有一个人正好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袁腾飞 当时 袁腾飞在网上讲文化大革命 三年大饥荒等共产党黑历史的视频 正在疯狂传播 党内的改革派一看 这正是我需要的 于是非但没有禁止袁腾飞 反而推波助澜 要让袁腾飞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 扩大影响力 袁腾飞一看 这是个好机会 虽然有些风险 如同刀口填血 但如果拿捏得好 倒也可以名利双收 于是 袁腾飞在2009年7月 欣然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2010年5月 名声大震的袁腾飞 遭到了党内保守派的疯狂攻击 他们组织人员 去袁腾飞的学校吵闹 去袁腾飞的活动现场抗议 有人说毛岸英是到朝鲜赌金的 如果这下打败了 赌什么金 到朝鲜去 求死一生 袁腾飞说什么 薛氏 烧成了挂炉烤鸭 拿了袁腾飞 还组织烈士家属 联合起诉袁腾飞 保守派的网站乌有之乡 从那时起 开始连篇累赌地批判袁腾飞 一直批判到2022年 但当时 党内的改革派 还是占主导地位 所以 当局只是删除了 袁腾飞讲课的那些 反动视频 而袁腾飞本人则安然无恙 没有被封杀 什么事也没有 随后 袁腾飞开始自己制作节目 2013年 习近平上台 刚开始 习近平并未掌握实权 还是前朝人马说了算 马云2013年时 还在反对斗地主 穷人恨地主 没有用 因为把地主杀了 你不一定会富起来 接着 习近平开始了反腐运动 把前朝人马全部打下去 习近平说 两个不能否定 很显然 习近平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想的 只是打江山做江山 把红色江山代代传下去 永远是共产党执政 2015年9月 袁腾飞讲课的反动视频在微博上突然又火了起来 9月16日 华远集团董事长人志强转发了一篇博文 这篇博文把袁腾飞吓了一大跳 原来 这篇博文里的视频 正是袁腾飞骂毛泽东 是王八蛋的那个视频 那封遗书写的是 治苏共下一代党的领导人的公开信 是吧 就布哈林明白 斯大林这个混是魔王 他要我的命 我跟他没道理可讲 治苏共下一代党的领导人 你看彭德怀元帅就不明白 整天给毛总写信 主席啊 我冤啊 我冤 就他王八蛋整理 他能不知道你冤吗 你给他写信管什么用啊 你跟杀人犯说 我冤我冤 别杀我 管什么用啊 是吧 此时的袁腾飞早已感觉到 习近平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杀气腾腾 自己的后台 也就是党内的改革 怕怕是没戏了 自己现在也已经名利双收 该得的都得到了 刀口上已经成功舔到血 现在应该离这刀远一点 和自己以前的那些反动视频切割 于是 三天后 9月19日 袁腾飞赶紧发了声明 撇清关系 说 今天有很多哥们告诉我 一件让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的事 我的一个视频 这几天突然又在网上疯传 这是一个六年前在学校内部讲课的视频 我实在搞不明白 散布他及相关内容的这位 您是借我发泄什么不满 还是有更让人惊悚的目的 现在在炒冷饭有意思吗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有多大劲啊 我袁腾飞就是个历史老师 不是什么网络大咖 我真诚地希望 我的朋友们和我一起 敦促发布者将这个视频彻底删除 让他不再出现在网络上 很快这些视频都被当局删除 几个月后 2016年2月 任志强被软禁 微博被关 袁腾飞则又神奇般地逃过一劫 安然无恙 什么事也没有 转眼间 到了2017年 1月 马云在三亚一次公开活动中 说 还有网上有个奖励使的 我最近在网上也看 叫袁腾飞是吧 这个老师 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 有没有道理 我反正还 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 让我对历史也去翻一翻 对不对 而且我有的时候 觉得就应该这样的 即使你说本上的东西 也未必是正确 当然科学是另外一回事 有些东西是启迪孩子们 不知道 马云在此时提袁腾飞是什么意思 但袁腾飞似乎有些松懈 毕竟 那些反动视频 都已经快过去十年了 袁腾飞也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一直很安全 没什么事 9月9日 是毛泽东去世的日子 袁腾飞突然想在这一天 再调侃一下毛泽东 也可能是想测试一下自己 当年骂毛泽东的事 还有没有人记得 没想到这一调侃捅了马蜂哦 2017年9月9日 袁腾飞在微博发文称 今天日子好 天气也好 各种嗨森啊 活着 真好 下边配了一张图 写着 先噎一个 免得你们觉得 我不快了 此文一出 立即引来粉丝大量评论 袁腾飞的粉丝 跟袁腾飞一样 都是口无遮拦 例如 实在太伟大了 采取断气救国的方式 一人断气 全民吃饱 今天绝对是个好日子 为中国人做了件大好事 今天心情好 腊肉菜饭 最好赶紧到进化粪池 这才是他的最好的归宿 一起吃腊肉蛋炒饭 这种肉给狗 都是对狗的侮辱 有些人活着 但是已经死了 有些人死了 早他妈该死 今天是他的忌日 阎王老二 他老大 最大功绩 把地狱拷贝到人间 经历过大饥荒 和此后 却吃少串的漫长岁月 再要去含念他 除了有被虐狂 就是别有用心 有些人已经死了 而且是本来就不该活 金毛狮王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从49年到76年 这27年之间 他只干了这些事 整死有钱人 整死有文化的人 整死有思想的人 以P5训传开始 以文革十年结束 他一生 唯一作对的事情 就是76年的今天 谁能说今天 不是好日子呢 袁腾飞看到这些评论 显然很高兴 因为他都点了赞 两天后 9月11日 袁腾飞被封杀 微博被关 节目被下架 书也被禁止出版 社会活动也被禁止 至此 在历经了9年之后 袁腾飞最终在国内被封杀 但袁腾飞那些揭露 共产党真面目的讲课视频 虽然带有一些瑕疵 比如过度嘲讽 但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让国内无数人 开始了对共产党的怀疑 启发了一批又一批的人 影响极大 而袁腾飞本人也刀口舔血 最终名利双收 成为人生赢家 这也许就是上天给他的福报吧